YO 早安台灣 今天是我們在台灣的第二天 然後我們現在去吃一個早餐 三蔥你也幫我三蔥 我們現在是大巴士去吃早餐 大零零零 是不是 101就在我的前面 哇那個屋已經蓋到 看不到它的頭了咧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個早餐 吃一個台灣的早餐 台灣的早餐是什麼咧 吃蔥餅 我們一吃完早餐過後咧 我們就要去出席那個淘寶雙十一的活動 應該會見到很多台灣的Youtuber 比如講我們昨天吃晚餐的時候 就有看到香港那個薇辣的晚餐 Gai Wang 然後聖結石 聖嫂都督他們都有來啦 昨天我們全部睡到像死竹這樣 因為我們前一晚趕飛機過來 所以整個晚上都沒有睡到好覺 然後昨天的活動有活動了一整天 超級超級累 然後回到去酒店的時候真的是 哇 睡趴死去 我後面這一間咧 現在就是台灣的早餐店了 Yeah 早餐來啦 所以這個是雞肉漢堡 然後你們叫的是什麼 豬肉漢堡 豬肉漢堡 然後這個是檸檬紅茶 先吃早餐先 吃完鍋就要出食鍋 終於 我找到垃圾桶了 等等 我跟你們講喔 在台灣要找一個垃圾桶 真的是非常的難耶 它整條街都很少有垃圾桶耶 但是台灣的路又很少有垃圾喔 真的台灣路真的很乾淨耶 而且垃圾桶真的是很少 上車 我們現在要去活動啦 Yeah 所以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活動的會場啦 但是好像還沒有開始啦 應該活動就在這一條街吧 因為你看這邊全部已經設定好了 這邊已經設定好了 這邊已經設定好了 然後 哇 台北101就在我的面前 剛才看的時候是在很遠的 現在就在我的身後吧 哈囉 早餐 他是香港YouTuber的史萊姆 哈囉 史萊姆 我們都已經不喜歡他 都一樣的耶 對 我們有一樣的 Steady Cam 阿遠 你好 你好 我是皓仁 好 你是不是要握手呢 嗨 31 在台灣 換個手 買爆炮 車沒有位了 阿雅要坐這邊 孔劍講 我來幫你啦 我得留命帶啦 好啦 你們幫他關 阿遠去幫他關一下 OKOK 不過我也坐 他們今天坐後尾箱 來我幫你們關 可以嗎 可以阿 OK 我們現在要去全台北最 什麼 第一名的滷肉飯 最好吃的滷肉飯 這個是他講的啦 不是我講的 我們去試一下就懂了嗎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台北最好吃的滷肉飯 可是我不懂是哪一間 等一下我們問Cookie一下 台北最好吃滷肉飯是哪一間 金豐滷肉飯就在對面 你看這樣多人在排隊 哪裡 真的超多人排隊的 可是不知道你們看得到沒有 在那邊 真的是很多人排隊 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排很久吧 就是這個啦 金豐滷肉飯 哇你們看他的隊伍 好多人排隊喔 我們先吃了 如果真的覺得很好吃的話 我推薦你們沒有來過台灣的 你們可以來吃一下 我先幫你們try先 YA 我們的食物來啦 然後這一碗是我的 因為我沒有吃滷肉飯 所以就吃這個咯 然後我等一下幫你們test一點滷肉飯 再告訴你們好不好吃 這個是豬腦糖 然後這個是滷肉飯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肉飯啦 來給一點評語 只有天上有 只有天上有 雖然我不敢吃滷肉 但是 我可以幫你們test一下它的飯的味道 我可以幫你們大概形容一下那個味道 我覺得像馬來西亞的 端爐街的那個巴掌 口感的話 那個飯是粒粒分明 它不會黏 我覺得剛剛好 當然吃飯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 如果 還吃買肉的話 我相信是完美的 只不過是我自己不敢吃滷肉罷了 剛剛咧 我們就吃完了滷肉飯 然後就 剛剛我們吃完了滷肉飯咧 我們就回到Hotel一下子 然後咧 我現在就要學小明 我們現在就要 大捷運 去西門町 因為 我沒有去過西門町 然後昨天是去士林 今天要去西門町 就由我們這種 道地的馬來西亞的 帶他去啦 現在的時間是 4點半 可是台灣已經暗 是 台灣已經暗了 現在 台灣4點半的天色 就類似我們馬來西亞的 7點多 7點半左右的那個天色 就是 要黑不黑 然後 暗按前拉前拉 這樣子 我們的捷運 到啦 我完全滿了 我跟妳講我整個台灣trip 給他們 從頭笑到尾 你們去看上一個影片 上一個影片他們也是笑我笑到 從頭笑到尾 講我捷運當成巴士站了嗎 不用急 我問你們 如果是你們來台灣 那個捷運來的時候 你們會這樣叫他開門嗎 這個叫捷目效果 捷目效果 會不會 拜拜 拜拜 到啦 然後剛剛我跟他們 拜拜的那些人 現在就是 我的觀眾 然後他們 該在捷運上面 也有跟我合到招啦 所以 我們現在 就要下來這一站 去 西門町 拜拜 我的Vlog 今天來台灣的Vlog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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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好人這樣喊一下喔 全部人看著我 唉 下次不要帶著孩子出來喔 太丟臉 你們兩個都在家 不管我的事咧 各位 耶 我們現在 來到了西門町 我覺得台灣西門町 就好像 就好像我們馬來西亞KL的感覺 就是 市中心的感覺 可是台灣人好像不是叫市中心 對嗎 他們叫市政府 對嗎 我不知道耶 我不太清楚 你們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來到了台灣 就要找一些 道地的這些 餅乾啊 或者是 這個像台灣很多年歷史的太陽餅 聽說來台灣就一定要嘗試台灣的太陽餅 就是很多年歷史的 所以我就買一些手信回去給媽媽阿姨朋友之類的 這邊是我的 剛剛我就買了那些手信啊 然後 我把那些手信機放在那一間店 因為我滿需要去逛的逛 我不想拿到這樣大袋的東西 在那邊走來走去這樣很麻煩 所以我等一下再倒回去拿啦 馬來西亞朋友們 如果你們沒有來過台灣的話呢 我現在就帶你們看一下西門町是長什麼樣子的 西門町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繁榮的街道 然後非常漂亮的街道 我們現在要去找臭豆腐 像台灣啊 就非常非常多的這種專門夾娃娃的店 我覺得 這應該也算是 台灣才會有的吧 算是特色來的 我發現喔 台灣的臭豆腐跟我們馬來西亞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台灣的臭豆腐它是沒有那個 叫什麼啊 那個 Kimchi 馬來西亞是Kimchi 然後這個它不是Kimchi 它也同樣是包菜 可是它不是Kimchi的那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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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燒 真燒 真燒好吃 真燒 真燒 因為這個 麻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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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很多人在看它表演 我們是要從西門町做捷運回去我們的酒店 然後 收拾行李過後我們去吃一餐 燒烤 我好人就要回去馬來西亞啦 等一下11點的飛機 現在已經6點26分了 唉 老人啊 有樓梯走不到 要體諒他們的年齡 像我們這種比他們年輕10年的 我們就要走樓梯 不要走馬了 所以我們現在剛才就到了這個吃烤肉的地方 然後我跟好人叻 然後等一下我跟好人呢 一次玩過後 我們就要立刻馬上去機場 現在的時間是7點33分 我們等一下9點就要從這個地方出發去機場 然後我們11點的飛機回馬來西亞 我們現在在吃著燒烤啦 然後 因為時間很熄的關係 所以 這邊我就不多拍啦 一次玩過後 我們跟桃園就要去飛機場了 這裡很亂喔 謝謝老闆 謝謝 耶 我們現在到了桃園機場 然後現在我們到機場的時候已經9點40多分 等一下大概11點多的飛機 我們就要飛回去馬來西亞啦 旅遊結束的時候 回去的時候 特別累 你不懂為什麼 現在在等好人上廁所 然後我們11點之前要登機 距離登機時間還有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不懂要做什麼 只要在那邊走來走去等時間到喔 剛剛 我們就 逛著逛著 然後 來了來了 剛好拍到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這個人 這個人啊 為了買東西給沙子啊 連PASSPORT都不要啊 你是要永遠居留在台灣是嗎 等一下我想講的是 台灣人真的很好 台灣人真的真的很好 OK我先跟你們解釋一下什麼情況 哇 事情是這樣 剛剛我跟好人 因為我們距離登機時間還有很久 所以我們就去 觀光機場的商店 然後我們就走進了一間巧克力店 打算買一些禮物 買一些手信回去馬來西亞 然後呢 這個時候咧 我們買完過後 我們就走了 我忘記了我把護照放在什麼地方 結果原來是放在那一間店 然後我們走到接近要 上飛機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才發現 我的護照不見了 然後當我們回頭要回去那間店找的時候呢 那個店員 他就 就像你們剛才看到的情況這樣 你手抖到很夠力了你很怕 很重這太東西 我真的 我真的是 真的是太大意了 我很少有這樣的情況了 我覺得是太累了 太感謝他 太感謝他 而且他 一交給我過後 他就很 匆忙很急忙的跑回去 他的店 我覺得是因為他的店 沒有人手 所以他特地跑出來交給我的 呦 現在已經是 這次 準準六點 早上 六點 我們剛才 搭十一點多的飛機 從台灣回到馬來西亞 到馬來西亞的時間 是四點 然後從機場回到家裡 沖好涼 現在時間已經是六點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 所以這次去台灣 兩天一夜 雖然是沒有去很多天 但是我覺得 很 剛剛好的感覺 不會覺得很遺憾 也不會覺得玩不夠 我覺得是 非常剛好 雖然這次去只是去工作 但是也是有去逛到西門町 士林夜市那些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市 啊 我不懂要講什麼的結尾字 反正 就是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現在時間是六點 我等一下 九點多 又是在起來 然後去 沙子的那個 生日 就是那時候拍的那個Vlog 那個我租下來的豪宅 明天就是了 不是明天 是三個小時過後 哇 真的好累喔 我不懂我支撐得住沒有 所以 這個影片 這個Vlog 就到這一邊 畫上一個句號啦 各位原子彈門 我們 下個影片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